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Coding学堂 继续学习我们的移动开发课程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若 大家好 那个马老师 你看咱们上一章学的是这个类的一些的基本 就是面向对象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挺抽象的 是吧 就比较难理解 因为刚开始接触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慢慢就好了 然后我就回家就是得写笔记 就是要按照那种 就是什么树状图法给列出来 那样我觉得会比较好记一点 然后但是然后回去敲代码的时候 发现就好多里面有这种重复的这种代码 挺麻烦的 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我能不用敲这么多重复的 重复的那个代码是吧 我们在编程的时候呢 可能是会写一些类啊 你会感觉到会重复 但是在前期阶段呢 可能我们要反复做一个练习 所以说呢 这个重复肯定是对你这个编码的这个熟练程度是有好处 对吧 那正好你说到这个重复这个问题 也是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 我们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特点 就是继承这个特点 就是可以实际上呢 可以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 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这个代码的重复 OK 好 正好你说到这个这个点 那我们这个来看一下下面这一节的内容 叫面向对象的这个高级部分里面 高级部分里面呢 我们第一个点就要给大家讲这个面向对象的这个第二个特征 叫继承了 叫继承这个概念 那么还有这个什么方法的重写啊 关键字啊 然后应用继承抽象类接口 是吧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设计模式 我就不一念了 这个一到二十一 这个还是内容还是比较多 是吧 这张内容里面啊 还是比较多 首先呢 这一节里面肯定是会涉及到跟上一节上一讲的 上一个章节一样 也需要大家就大量去做好笔记 对吧 然后呢 把一些该记的点要记下来 刚才小秀说了 这个回去以后整理笔记 用输上的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对吧 OK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OK 好 我们先看这个第一点吧 什么是继承的基本概念啊 嗯 那么继承呢 我们说是面向对象里面的这个三大特征之一 三大特征 我们说继承 这个封装 我们也讲过了 对 封装 我们举了例子 就是属性的封装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继承 继承里面呢 从这个词意义上去理解的话 就是实际上跟我们这个生活中讲解的这个继承 是差不多 意思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你爹很有钱 是不是 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在哪 三里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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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 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说这个拉姆基尼跟 跟这个 法拉利 这个 撞车的事情 是吧 有钱 是吧 有钱 这就是富二代嘛 对吧 那从他爹身上继承了很多财产下来是吗 虽然说他爹还没还没那个啥是吧 你看他就是我们生活中这样子财产家庭财产的一个继承 那这就要产生在两个人身上是吗 两个人身上才可以谈继承 那对于咱们这里来 程序来说呢 就是这个需要有两个类 需要有两个类 那么被继承的类呢 就叫做负类 就像我们说 这个被继承人就是爹嘛 就是爹嘛 然后他儿子就是我们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财产嘛 是不是这样 好 继承负类的类就称为子类是吧 称为子类 我们是经常这是一个概念的词 我们经常未来呢 会这样去这个去称呼他 好吧 叫负类或子类 或者呢 另外叫法就是叫 负类也可以叫超类 超级类 是吧 然后呢 继承超类的类呢 我们就又可以叫派生类 派生类就是它生出来的 相当于是这个意思 对吧 这是不同的概念 然后继承呢 我们说是指对象直接使用另一个对象的属性和方法 因为他继承嘛 就是你可以用你爹的钱嘛 是这个意思吧 直接可以用嘛 那我这个子类也可以直接用负类的这个属性跟方法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通过继承呢 可以实现代码的重用 就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啊 就解决了小周说的这个编写很多重复的代码 对吧 当然呢 你可能就要有这个继承关系才可以啊 没有继承关系你可能还不能进行重用 对吧 但是重用不 不仅仅是这个继承里面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啊 只是它里面一个特性 可以达到重用的效果 但是不是说它继承的全部就是为了重用 嗯 明白了吧 嗯 OK 好 我们讲解完这个概念以后 希望大家就能这个慢慢的去理解到继承的优点在哪里啊 比如说 我这里呢 有一个图 你看到没有 这个图呢 你看起来 是不是感觉很专业这个图 是吧 这个叫什么呢 这叫我们在这个呃 代码设计里面的这个叫做类图 哎 叫类图啊 叫我们经常叫UML啊 UML就是呃 画图的一个工具 呃 这个简单说一下吧啊 就说你看我们建一个房子一样 嗯 你建房子 你是不是先有设计人员画图纸啊 对对对 对不对 画图纸 然后呢 那个施工人员拿到图纸 他就能够哎 把这个房子给建出来 嗯 在施工人员跟那个设计师之间 他们是要有沟通的语言呢 对不对 对 共同的语言 那什么是语言呢 就是那张图纸 对吧 比如说那个方框表示什么 那个圆圈表示什么 嗯 就他们之间是懂的 是不是啊 对 那对于咱们写程序的人员也是一样的 设计程序的人就是画这个图 然后写代码的人就要看这个图了 你就要能看懂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这东西叫类图 好 那么它这个结构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上面是动物是吧 嗯 我们这边呃 有一个这个继承呢 就有一个这个叫抽象思维在里面了 抽象思维 什么是抽象 就是模糊化的对吧 嗯 模糊化的 比较具有代表一些共性的东西 就叫我们这个这个过程就叫抽象啊 抽象 你看 我们从这个分类来说啊 大分类来说可以分为动物是吧 那当然了 你可以再往上分 对吧 嗯 再往上可以分为 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生物 那生物分动物跟植物 对吧 嗯 可以这么几分吧 你这这个这个这个 那就这叫什么呢 这叫抽象的力度 能听懂吧 嗯 力度是粗 我们一般叫粗还是细 是吧 那就根据不一定粗好 也不一定是细好 那要根据你实际的情况来是吧 比如说我都不考虑植物 我只考虑动物 那我就动物就行了 我就不用写生物在动物的植物了 对不对 对 好动物呢 那么再分这个什么猫啊狗啊鸡啊猪啊是不是 哎 这些就是不同的呃这个这个动物是吧 不同同呃不同动物的类型 对吧 你看鸡还可以再分这个家鸡跟野鸡 家鸡就是这个我们说家禽嘛 家禽野鸡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野外跑的嘛 对不对 野外跑的 OK 好 你懂的哈 然后呢 你看这个阿猫阿狗是吧 这些东西你看可以作为二层的分类 那这个箭头表示什么意思呢 箭头就在我们这个类图里面表示继承的关系 表示继承的意思 继承 比如说猫继承的动物 狗继承的动物是吧 所以他们都是动物的一个子类 这么来这么来理解 然后家鸡跟野鸡就属于鸡的一个子类是吧 那对于动物跟家鸡之间的关系来说 就类似于什么 孙子跟爷爷的关系 是不是 孙子跟爷爷的关系 因为他们之间隔了一个鸡在这里 是不是 一个鸡的这个分类 是这样去理解的 好吧 所以我们看到 它是有这样一个抽象的一个关系 你看 他们之间是这样包含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鸡叫做动物 可以吗 但是我们可以说动物就是鸡 能不能 不行 是吧 这么说是不行的 他们之间是属于一个包含关系 是吧 动物包含这个鸡或者狗或者猫 是吧 反过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狗叫做动物 用动物去概括 是可以的 是吧 反过来说 动物这个是狗就不行了 因为他们是属于被属于的关系 好 掌握这个关系 履行组这个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继承里面 这个非常关键的 好 OK 我们来看 如果要实现这个代码 来实现这个继承关系的话 怎么来做呢 你看 那我们看 这边有一个访问权限 首先访问权限就是这个public 是吧 有个public 还有这个private 都是在访问权限 然后class class 然后一个子类的名称 就是你到继承的那个类的名称 用extense extense 就是这个继承的关键字 关键字就是语法吧 是吧 就这个关键字就表示继承的意思 要继承 那么你还得写一个负类是吧 有一个负类叫 这个负类的名称 然后里面就是你类的这个定义了 比如说 我们看到 比如说 public class一个dog 我们就没有举这个动物是吧 你也可以举这个动物这个例子 然后 那么狗呢 有个名字 是吧 然后呢 写一个子类 叫home dog 就是 就家里养的狗 家里养的狗 让它继承这个狗 对不对 家里养的狗呢 继承这个狗 那这个狗 就家狗呢 就有名字了 它就自动就有这个名字了 就不需要你再写一个 定义一个说 这个name 它就直接能用这个name了 是不是 比如说野狗 它也有这个 这个名字 是不是 也有这个名字 OK 好 我们来 看一下啊 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 哎 第一个例子 我们都叫text1是吧 text1一直往后排啊 好 我们打开 然后呢 public class 这个text text1 对不对 text1 然后呢 再public 然后呢 standic voidmate 然后呢 这里是 实际 然后 然后解释 好 这个我们作为一个测试类 然后呢 我们这边定义一个类啊 这是我们测试用的类 呃 就是程序的入口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重新定义一个类啊 比如说我们叫 这个 呃 动物可以吗 嗯 动物叫什么呢 叫 animal animal 哎 类名叫大写啊 animal animal是吧 animal这个类 好 比如说动物呢 我们都有名字 是吧 对 都有名字 好 大家看了 之前我们说属性都用私有的对吧 都用私有的就封装了啊 封装如果你需要这个属性被子类去继承的话 啊 如果 如果啊 这个属性需要 需要被这个子类继承是吧 嗯继承 啊 那么 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一个关键字 叫什么呢 叫 这个 pro 这个tap protect 就是保护型的意思 嗯 啊 叫保护型的意思 这个关键字呢 就是用来描述这个 呃 我定义的属性 就是可以被子类继承的 对吧 比如说你 你 你爹 那是你要继承你爹的财产 你必须得经得你爹的同意 你爹说这个财产 哎 说写遗书 这个是属于你的 那你才可以继承 是吧 他说这个东西不是你的 不能给你继承 那你就继承不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这个权限还是由谁决定啊 由他的这个负类来决定 是吧 负类来决定 OK 那如果他定义成这个private 对不起 这个name 子类是不能继承的 知道吧 因为他是私有的 就是这是只有我自己才能用 是不是 你的意思啊 好 你定义protect 就表示子类啊 可以继承 好吧 可以使用 pro pro 这个啊 这叫 protect 关键 键字 啊 声明 是吧 嗯 这个啊 声明 OK 好 定义了一个name 就这样来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子类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就可以把它叫做负类了 对吧 嗯 对 把它叫负类 OK 然后下面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子类是吧 子类 OK class 定义一个类 比如说我们说 刚才说的这个道 是不是 道 那就用这个extense 这个关键词 对吧 继承一个叫animal 继承一个animal 以法这么来写 啊 就这么来写就可以了 所以继承只能继承一个 啊 在家里面 它是属于这个单继承的 什么叫单继承 就是用extense 继承只能继承一个 就是你只能有一个叠 是吧 嗯 你不能有多个叠 干叠不算 是吧 这个意思啊 就只能有一个叠啊 animal就是你的负累 你不能说我要继承animal 又继承别的 又继承别的 是吧 嗯嗯 就不能这么继承 OK 那么这个道个呢 实际上就有名字了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用它 是吧 怎么去使用呢 你看我这边 我就可以直接 是不是可以另一个道吧 对吧 我可以另一个道吧 因为它是protect的 所以呢 我就直接可以使用 这个protect的这个名字了 对不对 可以直接写实现这个protect的名字 加上我可以调用一个构造方法 对吧 我写构造方法 就要传一个name进来 这个是军 然后呢 我叫name 这是我过程方法传传进来的啊 传进来的 那我就直接用this name 为什么它可以写this name呢 你看 为什么可以写this name 因为这个name是谁啊 这个name叫谁 表示它继承下来的animal的这个name 知道吧 这个表示你的参数 它就继承下来了 明白吧 好 完事以后呢 我就可以 嗯 写一功诺方法 表示 叫printl 然后我就可以比如说输出 说我的名字叫什么 对吧 然后这边就是你可以输出这个啊 my name 意思 加上这个name就可以了 嗯 是吧 嗯 好 这边我到我的话呢 这个啊 这叫旺旺 对吧 旺旺 好 然后呢 到个点 我就直接掉这个printer方法 对不对 哎 掉它的printer方法 这个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执行了 它输出来的结果 就是mine name 鼻子棒棒 对不对 对 鼻子棒棒 它就能答应出来 这就是 你看 你感受到这个计程的吗 就是 正常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应该要在dobe里面 你必须得怎么样 定义一个什么 bc这么写 是吧 bc定义一个name 比如这个name是属于这个dobe的 bc这里面写清楚了 它才能用这个 对吧 但现在这句话我们有写吗 没有写 那 那也相当于它有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呢 它从负类里面继承过来了 是吧 因为这个name是属于谁的 属于负类里面定义的 对吧 然后它只要继承这个负类了 那它就有namo了 因为它声明是protect 没有了 声明为protect 这个保护型的这个类型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方法的继承呢 也是一样的 方法也是一样的 比如protect 然后我写一个方法 叫做 我们叫做这个dc 可以吧 dc 好 好 我就直接 sysc.alterprint 你看啊 我输出这个name 可以吗 嗯 我就直接把这name打印出来了 那这边有没有能不能用的这个dc呢 能不能 能 因为这里面声明为什么 protect了 表示 dc可以把这个dc这个方法描述这个方法给继承下来 是吧 继承下来 好 我们在这个dc里面就可以直接用dc这个方法 没有了吗 直接可以这样用 你看 说出出来就是 这个 旺旺是吧 dc打印出来的 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在负类里面的这个方法 没有了吗 但是呢 他可以用子类的方式去调用 这就表示这个继承了 这个继承这样一个关系 OK 好 嗯 这是基本的一个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我们看一下继承的限制 加法当中只能实现单继承 我们说了 是吧 也就是说一个类只能呢 有一个负类 这是继承 那么允许多层继承 多层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说 最下面那个图 动 下面有这个狗 狗下面再分这个 家狗跟野狗 或者说家鸡跟野鸡 是不是 这个方式 他们之间可以有 中间可以有间隔 是吧 可以有间隔 这叫多层 也就是一个子类 可以有一个负类 一个负类 还可以有其他的负类 一直往往上 对吧 都是可以的 继承只能通过 非私有的属性和方法 注意 非私有的属性 这个概念要几乎 非私有的 什么是私有的 private就是私有的 对吧 你不能生命为私有的 的属性和方法 是可以继承的 构造方法 不能被继承 构造方法 不能被继承 这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地方 因为构造方法 是跟类名相同 对吧 跟类名相同 你写的构造方法 我这个方法 是不能被继承的 至于这个概念 构造方法 不能被继承 好 这是 继承的一个限制 我们看一下 子类实力化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子类在实力化的时候 首先会让其负类 进行实力化操作 之后子类再进行 自己的实力化操作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负类进行实力化操作 然后再子类进行实力化操作 子类实力化时呢 会先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如果负类中没有 默认构造方法 那么在子类的构造方法中 必须显示的调用 负类的构造方法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是一个限制 假设说你看我这边写的时候呢 你看啊 我这里面写一个叫animal 什么意思 这是负类的一个构造方法 对不对 是负类的构造方法 print 好 然后我打印一个叫animal 打印animal对吧 好 这个是子类的构造方法 对不对 子类的构造方法 它直接就开始调用了 我在这里面也做一个这个输出 然后大家来测试一下看 这叫dog OK 好 我编译一下 大家看 执行 你看先打印什么 animal 是吧 先打印一个animal 然后再打印一个dog 然后再打印这个 是不是先要走一下这个负类的构造方法 嗯 是吧 先执行一下负类构造方法 然后再执行子类构造方法 所以说 如果有继承关系的话 一定的执行顺序 大家记住啊 记住这个顺序 因为它有负类 所以呢 另一个dog的时候 先检查一下 dog有没有负类 是不是有没有负类 假设说它有这个负类 是吧 它有这个负类啊 我们先考虑这一层 继承了animal 那么它就会先调用animal的这个构造方法 调用animal的构造方法 那么它就先调用会执行它的这个默认的构造方法 就执行这个构造方法 对吧 然后把这句话直接打印出来啊 打印完了以后 再回到哪里 再回到这个dog里面 你执行这个方法 你执行这个方法 这一句话 25行还没执行 它就得先跳到哪里去 跳到这个 这个13行 14行这个位置 对吧 先执行14行 再回来 再执行25行 二人王执行完 再执行26行 明白了吧 这么样的顺序去执行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负类的构造方法里边有一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有一个带参数的构造方法 没有 那就表示负类没有默认的构造方法 对不对 好 既然没有默认的构造方法呢 你看 你在这个调用子类的构造方法的时候 它就不 不能执行了 你看 执行的时候就会有错误 是吧 执行这时候就会有错误 因为它不能调到负类的构造方法 这个时候 它调用不到 因为它 要去访问这个默认的 发现没有默认的 没有默认 我也不知道你有几个参数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就怎么办呢 你要在子类的构造方法里面 子类的构造方法里面 显示的 显示的 调用 这个 负类的 什么 构造方法 怎么调呢 怎么调呢 就是用这个 super super就是超 超级的意思 是吧 super superman 超人 对吧 ok super就是表示 负类的意思 负类的意思 我们之前调当前类的构造方法是用这一次 对不对 那调负类的构造方法就是用super括号就行了 然后你可以把name传进来 总之 你这么写的意思就是我要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带一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听明白了吗 这句话 使用 使用这个super关键字 关键字 然后呢 调用 进行调用 你传几个参数就表示你要调用几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我传一个参数 传name 那就表示我要调用的是带一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对不对 调用name调出来 ok 这个时候你看 它执行就不会有问题了 也是animal就答应出来了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在负类跟子类之间进行实力化的时候 实力化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限制 一个限制条件 所以它必须得先负类先实力 先这个构造一下 然后再构造它的子类 构造它的子类 ok 是这样的 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这句话一定是也是必须的在哪里 在这个 构造方法的前面 是吧 必须在第一行了 第一行里面来使用 就可以了 你不能说我这句话在后边 那不行 因为它得先执行了 是吧 先负类先执行了 然后再执行此类的 所以这句话必须得在第一行 构造方法的第一行 好吧 嗯 这个意思 必须在这个构造方法的第一行 是吧 第一行 然后使用这句话 就ok了 好吧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就可以在实力化子类的时候 同时给负类的一些参数复值 就强制性的给它进行复值嘛 好 你复完值以后 你看子类里面就可以直接用了 如果你没有这种限制的话 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负类的这个属性去复值 是吧 不能一开始就给它复值 那就可能 你在使用这个类的时候 那就会有问题 是吧 对不对 就会有问题 ok 好 这是 子类的一个实力化的一个过程 方法的重写 我们来看这个概念 方法重写 叫overleaning method 我们前面学过一个方法的重载 所以重载跟重写完全是不一样的 重载是发生在同一个类当中的不同的方法 对吧 重写呢 它是指的是这个子类可以继承负类的方法中 而不需要重新编译相同的方法 编写相同的方法 但有时呢 子类并不想原封不动的这个继承负类的方法 而是想做一定的修改 这就需要采用方法的重写了 方法重写又叫方法的覆盖 覆盖跟重写是一个意思啊 我们先看一下方法重写的一些特点 第一个 发生方法重写的两个方法呢 返回值方法名 参数列表完全一致 对吧 必须得完全一致 子类重写这个负类的方法 那么子类抛出的异常呢 不能超过负类相应抛出的 这次我们在讲异常的时候再说 好吧 这地方就不能超过啊 就是子类跟负类的关系 方法的访问级别 不能低于负类相应的访问级别 什么意思呢 你看 假设我这里面打印出来的是这个 DSC是不是 假设我这边输出的是谁的name吗 是叫animal name意思 是吗 animal name意思 你看现在我们输出的是 我们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 好 这边就是 my name is 汪汪 然后animal name is 汪汪 就动物的名字是汪汪 是吧 动物名字 但是我们你想 我现在要 我溺的是谁啊 我现在溺的是狗啊 是吧 我就 我就不想说动物 这个动物的名字是汪汪 实际上这么说也是可以的 是吧 我们指的那狗说 这个动物 名字叫汪汪 是可以吧 但是我想更明确一点说 这只狗的名字叫汪汪 是吧 是不是把我的意图改变了 想要更加的确定一些是吧 确定一下就表述这句话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怎么样呢 重写一下负类的方法 ok 这叫重写 啊 负类 负类的方法 重写负类的方法之后呢 我们说方法名跟他完全一样 是吧 修饰符必须得 这个啊 大于 他 或者是等于他 什么叫大于和等于他呢 就是最大就是public 范围最大就是公共的 大家都可以用 对吧 这个是保护型的 private 当然还有一个不用写的 还有一个是私有的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再去排序啊 就是private呢会比 protect要范围更大 更广一些啊 所以你可以写private 当然也可以写 可以写public 也可以写protect 两个都可以写 ok 好 我写public void desc是吗 好 是不是给他写的完全一样 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跟这个名字完全一样 反为值什么参数列表 完全一样啊 完全一样 然后只是修饰符呢 要比他大或者是相同 就可以了 然后我重写一下 怎么重写 我就输出这句话 叫做 叫做 这个 啊 呃 到个 那么一字 那是吧 哎 这个时候 你看我输出这个dlc的时候 他会调哪个方法呢 你看他调的就是 到个那一字 棒棒 是吧 到个那一字棒棒 就不会去执行哪个 不会去执行这个 叫 这个 哎 哎 哎 没有吧 这个 哎 没有 那一字棒棒棒 就不会执行附类的这个方法了 因为重写了嘛 对吧 重写了就是说 你 调用哪个对象的方法 以 哪个对象的方法为准 啊 为准 如果没有 如果这个对象里面 没有这个方法 那他就会找他附类的 这个方法有没有 如果有 就调用 如果没有 再找附类的 对吧 嗯 就是还是以我自己的为为准 调用了啊 就你看 这里调用Dog的DSC 是执行哪个DSC呢 是执行这个DSC 还是执行 这个下面这个DSC 以我自己的为准 听懂了吧 以我自己的 你看 因为我利用的是Dog 对吧 我有 我就直接调用我的 如果我没有 我就附了一层找 听懂的意思吧 哎 就这样的啊 这叫重写 方法名字相通 好 这个方法也很简单 对吧 也不要简单啊 法文级别 不能低 这个 这个复类法文级别 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有一道面试题 经常会这么提啊 说这个方法的重载 跟方法的重写 有什么区别 是吧 嗯 这个呢 因为 从英文单词上来 来写呢 重写叫overwriting method 是吧 重载叫 这个loading method 是吧 叫loading method 这个单词有点像啊 重写 重写重载 好像可以把大家有时候搞混了 是吧 有在搞混 但是你呃 他们之间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啊 没有任何关系的 但你记住就行了 这个重载发生在同一个类当中 是吧 同一个类当中的不同方法 那么重写是发生在子类跟负类 就是两个类之间 是吧 嗯嗯 才会发生重写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ok 嗯 好 这两个把它区分开啊 好 我们再 继续往下看 super关键字啊 super关键字啊 那super关键字呢 我们说可以完成以下的一些操作 刚才我们已经调用过了 使用super调用这个 我们用的是这个 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对不对 对 用super括号啊 就调用负类的构造方法 这是这个意思 我们还可以使用super呢 调用负类中的属性 super调用负类中的方法 嗯 ok 好 这个也很简单啊 也非常简单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调用这个dog的name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super.name 没有了吗 super.name 那就表示我要调用负类里面的那个name 实际上这个super呢 已经被这个省略了是吧 对不对 我可以不用这么写 可以被省略了 但在方法里面呢 有时候我们也想去调用什么 super的 如果你想要调负类的方法 dsc 这就调用负类的方法了 是吧 有时候我们重写的时候呢 我就想执行一下负类的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 两个一起执行是吧 有时候如果我们想这样去做的话 你看 他就会调用animal name 一直棒棒 然后dog name一直棒棒 这都能执行 对吧 都可以执行 这表示调用负类的方法 调用这个负类的方法 使用这个super 是吧 属性也是一样的 属性也是super点 对吧 也是ok的 好 那么super括号就是表示调用 这个构造方法的意思吧 这个也是比较好理解 是吧 ok 好 嗯 既成的一个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应用 比如我们要实现一个叫化妆品商城中的化妆品管理 对吧 化妆品管理 那我们可能要定义一个这个化妆品这个类是吧 化妆品类啊 这个叫什么 叫cosmetical 是吧 cosmetical 有一个叫cosmetical的一个mander 对吧 一个进货 进货的一个管理类是吧 它里面可以实现这个进货 那么也可以实现输出所有化妆品的这个信息是吧 输出化妆品的信息 这是管理类就好像我们之前定义的那个叫做什么英雄管理类一样是吧 嗯 好多英雄应该对他进行真正感加上操作啊 好 第三呢 你看啊 这两个呃 我们的实现的需求 第三个使用既成实现一个可按单价排序输出的所有化妆品的功能 啊 单价排序 第四个可以使用既成呢实现一个只输出进口化妆品的这样一个功能 嗯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化妆品类里面呢有可能有分这个进口跟 是吧 跟国产 嗯对 对吧 跟国产那可能是价格上会不一样 嗯是吧 还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特性会不一样 好吧 OK 那么实现进货 然后呢也可以输出不同的化妆品啊 这是一个应用 OK 那么嗯 这个应用里面呢可能会设计的代码会比较多一些 嗯好吧 好我们在下一节继续给大家去讲解这个 代码的实现 OK 好